LIA 来啦 那 你 你 你什么你呀 赶紧帮我戴上 罗夫人 还是我来帮您戴吧 好了 王小姐 快来 请快请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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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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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坐 快请坐 王小姐 我说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呢 我们李总正在路上 他就是有点事情耽误了 让我先过来 应该很快就到了 是这样 喝点水不 不用了 罗总这是 上次按照您的意见修改的方案 您看一眼 你们公司是文案的 其实看了 写的它还可以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小遗憾 您说 您看啊 你们北漂房客网 跟其他网站比较起来 也没多大区别 怎么会没有区别呢 这个方案上 专门列出了我们网站用户的特征 在我们北漂房客网上投放广告 绝对比您在其他网站上投放 更能直面目标消费者 可是 你们公司这个网站呢 局限在销 气魄不够 没有气吞全国的气势 再说了 我们公司的产品 是面向全国销售的 罗总这个您就多虑了 我们北漂房客网 靠的就是市场细分 全国的市场它看似很大 但它也有很多陷阱啊 专精一 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但它也能让我们做到最好 最精 就拿您的产品来说 那您肯定希望它能卖到全国呀 可是现在您都说这一道道 它是一个车试试试的 那就算其他车试试看 它想要怎么办 它也没办 找不到 罗总 那到时候您一定成为 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头羊 可千万不要忘了 拉我们这些老朋友一把 你呀 王小姐 你呀太聪明了 太会说话了 哪有 行 那这事我再考虑考虑 那行 那您就再考虑一下 确实是这样的 做生意嘛 肯定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您什么时候考虑好了 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别着急走 再坐会儿 那哪好意思啊 您这么忙 再忙也不能冷落大美女啊 这个 合同这个事啊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浅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就看王小姐有没有那个诚意了 我明白您说的诚意了 不过这几天我不是很方便 要不这样吧 下周怎么样 时间地点到时候我发您 好啊 你真是太棒了 太聪明了 那行吧 就这样吧 也不打扰您了 咱下周见 好 王小姐 只要你我二人携起手来 一定能传来一段假话 罗总您过奖了 有什么事呢 咱下周再说 好吧 哈哈哈 喂小王啊 我是罗总啊 你们那个合同吗 我看我看 没问题 明天下午两点 你到江南酒店 1122房间 来造我签字盖章 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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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啦 你 你 你什么你呀 赶紧帮我待上 罗夫人 还是我来帮您戴吧 罗夫人 这项链可真配您 算这死老鬼还有点良心 记得给我买生日礼物 方小姐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啊 罗夫人您太客气了 您是不知道 罗总为了要给您挑一个满意的礼物 这把身边能问的朋友都问了个遍 结果正好呢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珠宝生意的 这罗总就托我说给您买这条项链 听说还是意大利名家设计的 罗总就说一定得给您一个生日惊喜 是吧 罗总 是 是 是 惊喜啊 惊喜 这不这一年也没给他买过什么礼物 不成 你看这罗总对您多好呀 我就听说这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罗总从当年白手起家到现在 这不用说背后一定有您的功劳 您就是那个了不起的女人 王小姐 你真的是太会说话了 可惜啊 可惜我都人老出黄了 也不知道这死老鬼背后 还有没有其他女人 没有没有没有就你一个 你一个 那怎么前几年你不记得我的生日啊 今年突然之间想起来了 是这样的 罗总前几天呢 想在我们网站投放一批广告 上定签约日期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日期怎么这么特别 这才想起来今天就是您的生日 如果是在今天签约的话 那这不就是喜上加喜吗 是吧 罗总 是 是 是 那赶紧签吧 王小姐 你真的是能干啊 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多谢罗夫人夸奖 我这以后的工作呢 还得靠我们罗总多多支持才对 客气 客气 这个呢是按照您上次的要求 改好的合同 您就在这里签字就好 好 王小姐 你可真厉害啊 佩服 佩服啊 您过奖了 您忘了 这还是您给我的这次机会 那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也希望我们选择北票房客网是正确的 当然了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我就先走了 好 对了 罗夫人 我专门在餐厅为您订了一桌烛光晚餐 算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王小姐 那就不打扰二位了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小语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 我对你的仰慕之心 犹如这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好比找黄河泛滥之水 一发不可收拾 你说这里面蕴藏了多少个谋略还有材质啊 瞒天过海 唯唯就诏 借刀杀人 趁火打劫 声东击西 屋中生有 暗渡陈仓 欲擒故纵 假吃不颠 反客为主 还有这苦肉计 还有这美人计 大语 我怎么觉得小语 比你更适合当咱们这董事长呢 你快别开玩笑了 我这是被逼的 也实在没招了 不语 你快跟我们说说 你是怎么知道她老婆的生日 又怎么把她约出来的 当律师最重要的 就是知己知彼 如果你连原告跟被告的个人资料 家庭背景 社会关系都没有吃透 那你怎么帮代理人完成委托 其实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见她 我就把她家庭关系给摸清了 至于把她老婆给约出来 那就更容易了 我就在她家门口给她老婆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是罗总的朋友 罗总现在在忙 托我给您送一份生日礼物 然后再把她带去酒店 她呢就觉得我是为了跟她老公签合同 所以刻意讨好她 完全没有怀疑跟着我就去了 太崇拜您了 太聪明了 对呀 关键是一百万啊 这么多钱 若宇 你真是女众豪杰 快别夸我了 没看咱们公司的董事长跟CEO 我一直臭着个脸 小玉 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一 是你个人安全的问题 第二 如果客户不理解你恼羞成怒怎么办 第三 第三为什么提前不跟我们说 对吧 其实我理解小玉是怎么想的 第一呢 她是怕我们知道 不让她去 这个客户肯定就白费了 第二呢 她就在想 她对罗总那么了解 一定有信心拿下这一单 第三 她知道我们的压力现在很大 如果拿下这一单的话 一定会帮我们缓解不少的压力 所以才铤而走前 是吧 小玉 你这就是宋龙 你越这么想越可能会出事 她是一个女生 这大半夜的 万一坏人要是下米药怎么办 万一有其他帮手怎么办 万一她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你再给人小语吓着 我承认这事我负主要责任 我忽略了公司员工安全的规章制度 在这里我自己先自罚一个月公司 我扣这儿了我不拿了 好吧 这样 接下来公司有个规定 不准女员工单独出去谈事情 行不行老大 就这么定了 行啊 别愁眉哭眼了 人家小玉好不容易把单子拿过来了 你就不能给人一个笑脸了 真棒 好吧 下不为例啊 好吧 下不为例啊 李红月 我听说 你利用我们家小语使美人积拉客户 有这事没这事 叔 是这样啊 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但绝对没有使什么美人积 我也是才听小语刚告诉我们的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怎么知道呢你甭管 我就问你 凭什么让我们家小语独自去见客户 这要出了什么事谁负责 对 这事是我的不对 身为公司董事长 我已经自我检查过了 还有就是扣了一个月工资 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制度 今后绝对不会让女生一个人认识 出去谈事 态度很诚恳 就冲你刚才没有退卸责任 我今天就饶了你 你对我们家小语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就哪个意思 我说你这么笨你怎么做生意啊 不是说我我我真不知道您说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没谈过厉害吗 你原本这个干什么 怪不得 你就说吧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家小语 留下说 我 我什么我呀 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这么吞吞吐吐 犹犹犹豫豫的干什么 不是说我 这事我就 没敢想啊 现在开始想 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壮起胆子现在开始想 你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的姑娘长得又这么好看 你就从来没有对她动过心 嗯 你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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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回去慢慢想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再来见我 走 好 好 我先走了 谢谢观看